这样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真想自己当老板 愣着干嘛呢 动作麻利点 这么点活干这么久 真是 成天戴着墨镜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不就是一个破古董店老板吗 装什么冰山女总裁 等老子发达了 让你在我身子底下叫爸爸 看什么看赶紧干 好嘞 张师傅 一会徐少爷要来古董店里 你帮我接待一下 我有事情要出去一点 好嘞没问题 赶紧擦 擦完之后你俩把这个摆进去 店里的事情先交给你俩吧 笨的笨 秦芬 我要是你啊 早离职了 哪受得了这种尿气 你还待着干嘛 别挪别挪 你万一刮花了 你赔啊 这瓶子实在太长了 你别看瓜子了 你帮我搬一下呗 什么 我 不行不行不行 咱们古董行有规矩 搬古董这事啊 不能两个人 你万一要给翠了 说不清 你 行 慢慢刻 小心别歇着 你还阴阳怪姓上了 你还阴阳怪姓上了 阴阳啊 狠吸了这么好的花瓶 等会儿徐少爷过来 我看你怎么办 各位 徐少爷 我的花瓶到了吗 我可是要送给玉大师 赶紧拿出来 徐少爷 你这花瓶子 嗯 这是我那花瓶 的 我不知道谁办了 我知道这个黄鹄对我有多重要吗 老邪有屁用啊 啊你 死 好 你好什么呀 老子的花瓶 帮你也弄碎了 你好 我 我 我吹了你吗 哎打得好 这种人就应该打死 我的花瓶在你家里多 你怎么办 学长 这花瓶是他打碎的 他跟我们店没关系啊 什么意思 他是你店里的员工 而且我的花瓶是在你店里打碎的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给我一个买力的 信不信我把这个店拆了 别别别 许长 我把他开除了 他已经不是我们店里的员工了 有什么 郑先生 你要开除了 你犯了这么大的错 不开除你 他留着过年啊 这花瓶是你咋会的 别想穿上我们店 完了开除就完事了啊 我 你还敢躲 徐少爷 得饶人出且饶人了 我饶你吗 我告诉你 天黑之前 我要收不到100万 这个店就别开了 徐少爷 徐少爷 这个 我求求你 要开除 我就给一份工作 还滚 你让店里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你还想继续工作 我告诉你 你不光要滚 这个花瓶钱 你赔 滚 抽钱去 滚 难道 还敢熟啊 你一百坏 我 这老板给我装 我 是吧 我 哎 醒醒 哎醒醒 你没事吧 你怎么不穿衣服 你才没穿衣服 你胡说八道什么了臭流氓 哎 哎 穿着衣服呢 好了 哎 死变态把衣服穿上 你才死变态了 龚龚龚别妨碍我做生意 什么情况 你却能看到过多信息 难道是因为那个花瓶觉醒了我的神眼 太好了 不行 我得先去找张春君那个王八蛋 后接南乡 现在立刻来的 你是谁 喊我去那种地方干什么 想和我野战 我去 怎么放老板那去了 对呀 通过这么久连我电话都没存 反正老子别看着 话什么 管我是谁 我就想和你野战 来呀 你好坏啊 我好喜欢 什么情况 这还是凭着你那个冰山 你懂才吗 没想到平时你这么高你的人 居然还有这副面孔 啊 说 你是不是想男人了 平日里为了应付那些臭男人 搞得我每天臭的 好想有个男人来安慰安慰我 来呀 发这张眼罩看看 如果好看 我考虑考虑可以小小的安慰你 来来来 再发几张更性感的给我看看 哼 想的美 不理你了 真没想到 平日里的高能女老板 居然有两份面孔 太刺激了 是你跟我说是清代古董的 我找人问了 人家说这就是个现代破碗 这个就是清代的古董 是你找到人不行 再找别人给你看看 别当我做生意啊 青花瓷碗 现在制品 我找到这是有名的专家 人家说你这就是现代破碗 这可是花了我一年的工资 谢谢 你现在必须退我 退 对不起 我不送服 该不负责 太欺负人了 是你跟我说保证负钱的 这钱 这钱我留着娶媳妇呢 今天必须退给我 今天我就不走了 因为上一遍那些 我那我告诉你 古董家的规矩就是诸子误会 你自己打眼的你赖谁 再找茬 我就对你不客气 妈 就是这种招式吃闹蛋 老板 你这卖古董是吧 我能不能看看 哥们 随便看 我这全部都是真的 不过先说好啊 过屋卖猪 给不退换 书林 你还是别买了 这老板 心最黑了 我就上了他的道 这老板出了名的黑 我看你这么年轻 应该也没什么经验 算了吧 对啊 别浪费钱了 放心吧 没问题 我就要 这个吧 哥们 这个好啊 这个小叶子坛的盒子 是明朝留下来的老物件 不过 价格不贵 一口价 两万 老板 你就别装了 你这东西啊 骗得了别人 可骗不了我 这不过就是个普通的木盒子 上面黑色东西 只是人工做就而已吧 这样 我给你个新股费 二百 这也太狠了吧 直接砍到了百分之一 不可能买的 好 成交 好 啊 要 这盒子不错 老板 我要了 陆少爷 您也想买 啊 不好意思啊 我已经买了 你要是想要 看看别的 哈 本生也看上的东西 还没有买不到的 拍个照吧 两千行不行 不卖 一万 我出一万 这东西啊 你肯定没花几个钱 一万 你赚大了 再说了 这个玩意儿 就是个假的 我只是看中了它的造型 你绝对不吃亏 还是不卖 不过 你要真喜欢的话 我给你开个价 三十万 你疯了 就这个玩意儿 三十万 你当我是傻子吗 什么家玩意儿 这是正品的金丝南木盒 我卖你三十万 你还赚呢 哎 小伙子 你是当我真不识货呀 啊 就这个玩意儿 他痛体发黑 怎么着也不是金丝南木 哎 你骗人之前 先动动脑子行不行 我先算了 我走了 哎 刘刘 我来瞅瞅 哎呀 莫会长 您来了 哎呀 来来来 哎呀 你是 这可是莫会长 他健保协会的副会长呢 公司也是资深的健保大师 据说无论什么东西 在他身边里 看一眼就能看出真见 这人来头这么大 莫会长 你能来我们这个小地方光临啊 这是蓬币生辉啊 哎呀 莫会长 你请 过两天啊 老义那家伙要举办宴会 说要选拔合作伙伴 我呀 提前过来瞅瞅 看看 有没有什么漏可以剪 大师 你随便看 这不 刚妹妹一个盒子 陆少爷和这个哥们都看上了 这哥们说 是什么男男 什么男 价值三十万 大师 你再给看 小伙子 让我瞅瞅 什么 别给我看坏了啊 哈哈 不会 放心吧 这个基斯南部的盒子 他真是个娃威 莫大师 你不会看错了吧 这就是个发了没闹 柳墨盒子 怎么可能是基斯南部呀 你再看看 好 我呀 让你好好瞅瞅 哎呀 这人男的呀 我就说是真的吧 你还不信 我说三十万 我说四十万 哎 我说我说 再给我 哈哈 是我的 原来 那么我不卖了 什么不卖了 你刚刚才说钱货两千 我才能给他你不卖了 那钱可以给你 这可 金色南部 绝品呢 这五十万 你当我傻呀 你耍赖 我耍赖怎么了 你能拿我怎么样啊 你我 你你你你你怎么你 来来 把他给我昏了 是 住手 末大师 你是不是想要 这个盒子 是想要 我低价 是吧 土董界的规矩 柴货两清 你既然已经卖给了人家 就不能转毁 传给人家 没听懂是吧 那我租钱总行了吧 我租六十万 来请这位哥们 那也给我 陆大爷 你还要打钱吗 我不要了 老子将来有的深夜 以后就能靠这个发大牌了 怎么不理我了 人生气吗 你给你看照片 我去 我去 这也太刺激了 谁让你发这种照片了 我要看没穿衣服的 你是不识字吗 我 那个 我真的不能发 每天见面给你看好不好 你不要不理我吗 好 你明天有时间吗 明天 明天人家有事 不行 我要去一趟古玩街 你可以去那找我啊 好啊 但你要穿上性感内衣 好的 妈妈 没想到里头这个浪皮子这么骚 看来你那还得去趟古玩街 我去果然穿着蕾子泪衣 秦芬 你他妈怎么在这啊 怎么是你 我陪着咱们老板过来看看宝贝 对了 现在不能说是咱老板了 你已经不是我们店里的伙计了 哈哈 找死 秦芬 你怎么在这 我 我没事 我来看看古董 看能不能剪个漏 哈哈 你还想剪个漏 你的眼睛跟瞎了有什么区别啊 你分得清楚盐跟糖吗 你还剪个漏 真是笑死个人了 无聊 大师 哎呦 哎呦 大师啊 你可算来了 我等你半天了 大师 哪来的大师 问我是大师 啊 说什么 昨天你走之后啊 那莫大师给我说了 知道盒子秘密的人啊 全国不超过十个 你肯定是个大师啊 这义大师啊 过两天就要来了 我这礼物呢 还没挑好呢 想着你啊 帮我看看啊 这个义大师是谁 怎么之前徐之森要送他给 你也要送他 你不知道 这义大师啊 可是全国最专业的健保大师 在古玩界啊 那可是相当专业的 呃 他知道在门这儿啊 有个古城 想来这儿啊 开个店铺 所有人都想跟他合作 等等 你是说他是大师 那可不 哎呀 其大师 你帮我看看 好处啊 自然受不了 啊 好吧 既然你这么诚心 那我就帮你看看 哎 好嘞 请 让给他看 就这幅 就这幅 行 我要了 老板 多少钱 既然陆少爷想要 给您便宜点 八十万 怎么样 干贵 啊 好吧 没关系 既然秦大师看他没问题 我要他 刷卡 陆少 你就这么信任这个小子呀 我看他就是胡说八道 前两天 刚被我们老板开除 看这幅画啊 就一文不值 狗眼看人低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你去找个大师过来 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 要是假的 怎么办 假的 假的我就自己买了 秦大师 不可能回答了 既然都不信的话 那我请莫大师过来 好好教训教训 这个天高低后的小子 秦大师 你不介意吧 我看那个 没问题 咱快来吧 我来 这幅画啊 是假的 什么 莫大师 你说这幅画是假的 这幅画 看上去很像是真的 其实呢 是几幅 古画拼接而成 人骗过很多不懂行的人 尤其是一知半解的人 还以为啊 自己捡了漏了呢 嘿嘿 老小 你也骗我 把钱给我还回来 这幅画绝对是真的 我现在给你证明 证明个屁呀 莫大师都说了 这话是假的 你还没真意莫大师 我告诉你啊 八十万 一分钱都不能死 该少了 把你推大字吧 哎路上 这小子就是纯心耍你 他哪有那么多钱啊 你要他一条腿啊 算便宜他了 相信我 这绝对是真的 你还敢对应 啊 信不信 把你推大字 做点做 痛快点 把钱还给我 没这么多钱 那你有多少 我只有 我都卖盒子的六十万 这幅画真是宝贝 你不要的话 我用六十万买了 你疯了 你要用六十万买幅假画 算我认导门 你干嘛导人啊 小的 该一巴掌 就花二十万 以后啊 别出来装什么大事 真穿了晦气 秦峰你是真傻呀 你怎么准得跟头猪一样 拿六十万买这幅画 你倒是不如眼瞎了 这样啊 你还能少亏点钱 行了 秦峰 看在你现在这么可怜的份上 要不你就回古董店上班吧 不过工资呢 我只能给你以前的一半 干不干 老老板 你疯了 还让他回来 前几天 刚让咱赔了一百万啊 他也没找到要呢 我的耐心有限 你要是愿意的话 就在一达师的宴会上等我 你也要去 你真的要去啊 小伙子 这古董店水深的很 你啊 慢慢看 这里面啊 能倒多的 这幅画明明是真的 那总感觉哪有点奇怪 这果然是真的 这是 十川一九的水多花 你摸回这 他根本就不动 大眼了 你发财了 不要发财了 今天没有看到你 明天我们能见面吗 我会去一大师的宴会 今天有点事情去不了了 明天宴会见 记住 要穿我喜欢的那件雷丝内衣 知道吗 好的主人 太好了 我倒要看看 让那个骚蹄子 到底穿不穿那件雷丝内衣 这不是那个臭小子吗 上次打碎了我的宝贝 我还没找你算账 你怎么在这 徐之森 是你 你也就没事啊 上次找你一百万 还真是要少 早知道你没事 我就应该多要点 你害我丢了工作 你还用脸说 告诉你 曾经受到的居辱 我今天一定讨回来 就凭你啊 怎么想来 学长 您来了 怎么看着脸色不太好 没事 跟这个臭小子说话 你怎么在这 陆秀 你认识他 没错 昨天 这小子卖我一幅画 亏了我二十 想想都来急 巧了 这前几天 刚打碎我一个王 你说他是不是个扫把学 谁碰谁刀 幸亏我朋友多 要不然今天都完蛋了 说 谁带你来的 我老板 哈哈哈哈 老板 你都被开除了 哪来的老板 不会是地摊老板吧 徐少爷陆老板 二位在干什么呢 李老板来 我们俩在说呀 不知道哪个部长眼 请他回去探活去 哈哈哈哈 就是 蠢的要死 就是我 啊 啊 爹 我看什么呢 果然穿了 我喜欢的彼此的衣 说什么呢 是不是傻了 啊 老板 你怎么才来 我都等你半天了 嗯 李老板 不是我说你 这小子他就是的丧气星 你是不是钱多的没地儿花了 据我所知啊 他这两天赔了一百多万 你要是把他请回去 你这个店啊 都得赔进去了 说的不错 这小子呀 肯定会败光李老板 所有的家庭 哎 李老板 如果你放心 到时候啊 你可以去我家里找我呀 我家的床 那是有大有收拾呀 把你的当手拉开 你敢打我 臭小子 是你调戏我老板在先 该打 臭小子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易大师的宴会 来人呢 把他给我丢出去 把他给我打死了 住手 这次宴会是公平的近日 易大师看上谁就跟谁合作 我看谁敢动情分 李老板 你说他是来公平去争的 带什么宝贝来了 我是他老板 自然有我带 那就是没带 今天我们在县里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好 那个小破店员 什么都没有就能见他 就算是易大师不见 我今天 你要好好收拾收拾 不好意思 我今天也准备给你 你也有东西要送 没送 哈哈哈哈 穷小子能有什么宝贝 没有 该不会 把你爷爷的尿壶给拿过来了 哈哈哈哈 丢不人的东西 该不会是用拿个假货来装逼的吧 太好了 这什么东西啊 保护了这么严谨 这看起来 像是一幅画 画 不会是昨天那幅画吧 没错 就是你 哎呀 我当是什么呢 原来是昨天那个厌品 一幅7086拼借而称的东西 你还真把它当成宝贝呢 啊 秦凤 怎么带个厌品呢 赶索收起 别丢了闲 宝贝 心情 这绝对是真的 只是有人不识话而已 你敢收 我不是货啊 这个东西 不是莫大师 亲自验证吗 不可能 你再哦 喂 你是想凭这副厌品 以讲乱针献给义大师 为你小子真是越来越打了啊 李老板 拿厌品 献给义大师 什么后果 不用我多说吧 秦凤 收起来 老板 好 既然你们都说是厌品 那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 行啊 哎 你说我该说你蠢了 既然你想玩 那咱们就陪他玩玩 许少爷 您说呢 行了 没问题 我乐意奉陪 今天 要是一大事 看一下你的东西 并且把合作资格交给你们 我们两个人 就一人给你一百万 不够 还得加上一句 秦凤爸爸 是我眼瞎 你可羞辱我们 啊 你们不是很自信吗 许少 你放心 对这个事情 我有十足的把握 毕竟莫大师亲自解药 好了 我们答应了 那你呢 输了怎么办 哎 我要是输了吧 我就自挽双步 来 拿球坐马 秦凤 你疯了吗 好 就这么说定 我看你怎么赢 哈哈 哈哈 秦凤 我看你是真疯了 你哪来的自信跟他们赌啊 原来 如果我赢了他们 你可以给我什么奖 你要是能赢 你说怎么样 我就怎么 你配吗 这可是你说的 叶达世来了 一达世啊 早过你先锋到金日节啊 果然名不虚传 都是古董街同人给的虚名 叶大师 我这儿啊 有一块玉配 还请你晓纳 龙形玉配名 原来是明代的 你这块玉 是明代的龙形玉配 从材质 和气形来看 都属上品啊 大师 您喜欢 都说君子如玉 我当然喜欢 既然大师喜欢 那就献给你了 大师 听说 你要来我们这边开铺子 你看独家合作啊 不许 我的领都献过了 还有我了 李大师 这是我的领 请想拿 这不是 这不是我那个合作 怎么在他手上 什么盒子 这是我昨天从旗市上买的 后来又卖回这套版 他怎么又买回来的 李大师 你喜欢吗 这是一个 金丝楠木的盒子 这种器物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 你是从哪得到的 大师 这个盒子 有那么珍贵吗 从密度手感 还有它透出来的 那一丝药箱那样 我可以断定 这是极品金丝楠木里边的商品 这样的器物 在市面上 已经几乎绝种了 该死 当初花钱买下来就好了 让许志森建了个楼 这个比较起刚才那个玉佩来说 我更喜欢这样的东西 因为毕竟这样的材质 已经非常吸收 看来都是有备而来 幸好我早有准 奎兽班纸 清代坊 老板 我把这个送李大师吧 这是假的 胡说什么呢 我昨天用科学一期测过了 这是一件真正的古董 没什么意义 它确实是古董 但是是清代坊 不是真的 别再胡说八道了 我得赶紧去献给李大师 不然一口名额没了 李大师 既然您这么喜欢这个盒子 那您这独家合作的事情 不如给我们许讲 您放心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做梦 易大师 这是我给您带的礼物 大师 怎么样 魁兽班纸 这可是国宝级的东西 您说 这个班纸是国宝 这魁兽班纸 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西 保存完好到今天 那必定是国宝 可你这样东西 不是真的 它是一件清代的纺织品 你干什么 这一件东西做得非常沉 但是从它的文饰 跟沁色上来看 它一定是一件工具 只可惜 从沙漠工艺上来看 它是一件清早期工匠 所纺织的东西 小姑娘 你就打算拿一个 纺织品送给我了 不好 老板这次算是灾了 李老板 不是说国宝吗 怎么还是个防品 你这不纯纯 打易大师的脸吗 没错 李老板 你这就是故意 在羞辱易大师 故意给易大师难堪 你们两个少在 这山峰殿火 易大师 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 没关系 在古董界 打眼是非常正常 不用介意 哎呀 看来看去 还就是这个金丝楠木的盒子 最终我得意 小徐啊 咱们可以谈谈合作了 呃 等一下 这是谁呀 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你有什么事情 大师 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 你问 帮什么狗屁 你老板已经羞辱过大师一次 你还想再羞辱一次吗 看你不想活了你 秦峰你干什么 别丢人陷你 赶紧回来 大师 我的礼物绝对会让你满意 那我还真想看一看你的宝贝 请过沫 大师啊 这画呀 就不用看了 昨天沫大师啊 已经检验了 是个厌皮 如果是沫先生看过的 那应该八九不离十 小伙子 你这幅画的确有 它看起来画功精湛 古色古香 这种东西 外行人 很容易答应 大师 您再仔细看看 看个屁 看 你不会连易大师都质疑吧 莫大师都说了 他是拼接而成 今天你又来 哎 你是不是故意来找这儿了 秦峰 赶紧把画收起来 别丢人了 大师 不好意思啊 这是我的员工 这种事 希望您不要紧 哈哈哈哈 秦峰 不是要自玩双目吗 来来来 拿刀来 哎 什么大师啊 我看也不过如此 年轻人 你说这个话是什么 我是说 大师也有走眼的手 这幅画的玄机 你没看出来 你和其他人一样 只认其调 不知情 暴色 怎么跟你大师说话呢 好小子 我看你真是火腻歪 连大师都给这个 来人呢 把他给我抓起来 怎么 这就是大合作派吗 不用嘴连人说实话 小伙子 你说这个画里边另有乾坤 可是你得证明这个乾坤字 我如果给你证明 你能保证跟我老板合作吗 只要你能证明这幅画是真品 我当然可以 放开我 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情喝水 情婚你疯了吗 你不知道画最怕水吗 大师 您再看看 这 是怎么可能 大师怎么了 这画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这小子像啥子一样 把水泼到画上 肯定这举动吓坏了一大师 一大师 您别着急我这就把他赶出去 等等 这画绝对是真 就是吴道次的官华图 吴道次的画 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国宝 不过 为什么旁犯一批赝品之下 怎么样 在座的各位 谁的宝贝能跟我一较高下 可能啊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浴水画型的画 一定是前方这个小子用障眼法来梦你的 这绝对是真的 这幅度军人 有一种手法 就是把一幅真迹 藏在另一幅画的下面 就是为了掩盖真相 保护真迹 而这幅画 用的是十川已久的诺画之类 这种是 玉碎这画 实在是太高了 一大师 这幅画都送给你 你笑了 你说什么 你要把这幅画 送给我 你可知道 这幅画 价值不费 如果能跟您合作 那它的价值 连俩超过的这幅画 好 小货子不错 反正我有神言 什么画找得到 不如说得顺水人情 我现在宣布 我在东海唯一的合作对击 就是你 大师 太好了 怎么样 你害怕 不要忘了答应我的事 小能 原来这话是真的 还要后悔死我 该死 你再一直在去哪儿啊 是不是忘了什么事 你不说什么呢 我能忘了什么事啊 看来你是忘了 那我就提醒一下你 就在刚才我们打了一个赌 现在你输了 是不是应该履行洛言了 我就是一百万了 老子不唱在这儿去 等等啊 招什么急 啊 秦范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啊 我真是看作业了 来 这一百万 你拿着 咱们就当交口朋友啊 还有呢 这么多人 小伙算了吧 当然 不可以 男子弹大丈夫说话落地砸坑 是不是 虚伙算了吧 秦范 要不算了吧 他们呢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这么做都可以杀了他 反正前景到时候 算了 算了 你是不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诺书我的 尤其是这个许志三 害我差点笑你 这仇 必须要报 想让我叫你报 什么 老子不叫又能怎么样 哼 我怎么速度这么快了 难道也是省眼的作用 你要干什么 脚脚 脚脚脚 去吧 是我眼下 是我眼下 去了吧 是我眼下 是我眼下呀 喂 去吧 你玩了 你等死吧 你死定了 也有高 年轻人 有没有兴趣 跟我关博了人 我有个人 想你见 什么人 这个人很厉害 就连我 都得尊他一生老师 连一大师 您都要尊称为老师 莫不是 骆自流 骆老先生 正是 那我就见见 哦 喝几点 是是我的老板 走吧 老师 好 骆老师 小艺啊 怎么了 前面的事忙完了 顾得上 打理我这个老头子了 哈哈 老师啊 今天我是发现了一个天才啊 我没有看出来的东西 这小子是一眼看出了端倪 你说 他厉害不厉害 哦 认识了你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听你这么夸奖人 你小伙子在哪儿啊 秦奔 大师好 不错 小伙子长得很标致嘛 小艺啊 是什么东西让你看走的眼 就是这幅画 这幅画表面才是一个拼接 实际上下面是一幅真迹 对不对啊 大师厉害 大师 真不愧是大师啊 我没有看出来 可这小子一眼看出来了 你说 他是不是很有天赋 不错 小伙子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眼力 有没有兴趣做老夫的官门弟子啊 不错 老师 你已经多少年不受徒弟了 可今天 这是怎么了 因为老夫觉得此子天资聪慧非礼 必会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健保大师 老师 老师秀为深厚 考虑的也确实常人 不是还有一场赌食大会 小子 可否愿意随老夫一起去掌掌骗人 年轻人还不赶紧拜师 有神爷还拜个屁的事 有这事件还不如逗逗漂亮女老板 抱歉啊 大师 拜师这件事请我拒绝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老夫倒想知道你为什么拒绝 要知道老夫能带给你的好处 可不止这一点 天猪手串 大凶 大师 我平时里还要帮忙照看铺子 所以暂时没有拜师的打算 对了大师 您这个珠子是从哪来的 这个手串 是我花很长时间从一个人手里求来的 走 嗯 干净 大兄 您要是再担心听 唯恐有生命危险 说什么 这门 罗大师有一手你为徒 你不领情也就罢了 你怎么还可以用这些话来诅咒大师 让他 秦夏 你说我这串手串有问题 这是在质疑老夫的眼光啊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东西它不安全 你赶紧把它丢了 秦军 我好心好意收你为徒 你不愿意倒也罢了 还咒 小一 我命令你终止和他的一切合作 大师已经说了 我跟你所有的合作 从此为止 你可以走了 好 爱信不信 谁喜欢跟你合作 我在最后提醒你一句 如果你感觉身体不舒服 一定要把那东西砸碎 可以救你一命 老夫不用你提 我就是死在大街上 也不劳你费心 秦军 你是不是疯了 洛大师要收你为徒 你不同意 你居然还侮辱大师 你知不知道你犯了多大的错 我们到手的合同没了 我就知道 秦军 就是狗肉上不了正习 老板 咱们这合作也没了 信誉还是大大的受损 怎么办呢 你别再 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家店也有我的份 我们刚进了这么一大批货呀 卖不出去的话就全砸手里了 你找这么一出 谁还来买呀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老板 消消气 我 我这里还要两百万 你要说 谢小星 两百万 那这批货 自己少要一千万 有了 我有办法了 应该只有这个办法了 明天去拍卖行看看 要是能减个漏 这一千万应该很快就能减去 气死我了 今天我们那个鱼城店员 让我到手的鸭子废了 真是个灾心 我去 还敢在背后说我坏 看我怎么收拾 是不是分不清大小王了 怎么和我说话 对不起 我太激动了 求您原谅我 那我现在没有 必须接受这 现在立刻马上发一张 性感的照片给我 我去 这是真是真好啊 有白 有嫩 哈哈 是怎么办 好了 以后在我这 不许说别人的坏话 再有嫌疑 绝不轻饶 是 遵命 这样反常的美女老板 谁不爱呢 就算是为了你的身材 我也不能让你的店铺倒闭 张总 您慢请 先生 请问您是来参加判卖会的吗 对啊 先生 请问您有没有进行财产登记啊 还要做财产登记 是的先生 我们这儿是高端判卖会 必须要进行私产认证 哦 我当什么事呢 两百万够不够 两百万 对不起先生 我们这儿 一千万 我们这儿是会标准啊 是一千万 您要是低于这个数啊 还是去旁边的杂货市场看看 啊 哈哈哈哈 那个 大哥 我虽然没那么多钱 但是我可以帮你们建立国董 你就让我进去 帮我建保 我们这样 有的是建保大师 就凭你 赶走赶走 别在这儿耽误客人了 你 好 走就走 我就不信救你们一家 哎 这不是勤奋吗 是你 真是原家路窄啊 听说你被易大师扫地出门 还取消了合作 哈哈 出手的鸭子都能飞了 你还真是个人才 关你屁事 你怎么在这儿 你问我 这是我的地盘 你不知道 啊 原来这就是你家 难怪这么费气 现在就在 哎 别走啊 既然来了 我就招待招待 这样吧 你不用言辞 直接进去 你让我进去 没错 我呀 实在是想知道 你这个穷小 就能拍什么东西 别误会了 我太好奇了 既然你让我进去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好吧 找几个人 无论他一会拍什么都给我把价格抬上去 明白吗 明白 昨天在大腾广州之下当种羞辱 今天我要让你倾家荡产 各位 我们的拍卖会现在正式开始 我们接下来的拍卖品是一件和田玉手镯 起拍价五十万 有没有感兴趣 何天玉手镯 明 原来是明代的何天玉手镯啊 假设至少三百万 一百万 有没有高于一百万的 一百五十万 有没有高于一百五十万的 难道他也看出的这是果董吗 两百万 三百万 这位先生三百万 有没有高于三百万的 怎么会 老板 怎么这样抬价 东西可卖不出去了 哎 东西都是我 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继续 居然是他搞的鬼 恭喜这位先生 以三百万的价格拿到了何天玉手镯 好啊 算几个是吧 待会有你好看的 这是一个来自明朝的龙文青花碗 其拍价二十万 龙文青花碗 现代方品 居然是个假货 有了 五十万 太好了 上钩了 这小子没看出来 一百万 一百万 这位先生开价一百万有没有能跟上的 一百五十万 老板 他这出到一百五十万了 差不多了 什么差不多 就我所知他有两百万 今天我要让他把钱全都给我透出来 一百八十万 这位先生再次出价一百八十万有没有能跟上的呀 老板 他这怎么跟来 我怎么知道 他总共就有两百了 可能是害怕了吧 等一会他肯定会出 恭喜这位先生拿下我们明朝的龙文青花碗 这小子玩我 说 说不清楚 只要他想要东西 他一定会出手 到时候 怎么再搞呢 看了这么久呢 还没有合适的 再这么下去 这一千万可就凑不齐了呀 这是一串现代的宝石项链 几拍价十万 老老项链 现代 原来是现代制品 是几品 几品蓝宝石 什么 这里边居然藏着一颗几品蓝宝石 这价值至少超过千万 五十万 少人 怎么快跟了 跟着屁 老子才不会上的 小伙子 你是真有钱呀 这么一个东西 你要出五十万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东西不值那么多钱呀 就是一个现代的工艺品 上面的宝石呢 也是一般般 最多最多只十万块 没关系 我喜欢 真是人少钱多 腹部冒红光 难道是胃部出现的病别 算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还是别说 恭喜这位先生 拿下我们五十万的宝石项链 今天的拍卖会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 哈哈哈哈 学范 你还真是蠢得要死 花五十万买这么一条破销量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不是也买了个奖的龙碗吗 无所谓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 无非就是左手倒右手巴 而你就 穷逼一个 哈哈哈哈 花这五十万 心疼死了吧 哎 可怜的小伙子 眼力太差了 谁受我亏了 这串项链 价值上千万 一千万 这就是一个破项链 想想疯了 原来你是真不懂 行 那我就让你开开眼 看好了 哼 什么 这些真是鸡皮老老师 你是怎么知道 这项链老子不卖 还给我哎哎哎哎怎么 这么大的拍卖会 你还想耍赖不成 耍无赖怎么样了啊 今天不把项链还给我 老子让你走不出去 来人呢 把项链给我抢过来 哎哎哎哎怎么 怎么为了一颗蓝宝石 你连这么多年的信誉都不要了 今天你让我死去惨中 昨天你还羞辱 老子不把你的石打出来 算你昨天拉的干净 给我上 等等 拍卖会一锤定中 宝贝金链归买主 你现在言而无数 是不是太没得性了 算了 怎么啊你信不信 老子连你一块收拾了 我是东海市股玩协会的会长 专门负责股玩的交易和流通 哈哈哈哈您就是副会长是吧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哈哈 实情实情副会长 我跟他闹着玩呢 您别当真啊 稀软怕硬的东西 明白 走吧 徐少爷 这是你第二次在我面前丢人了 下次放聪明点 别再这么蠢了 哎小伙子 小伙子等一下 啊 副会长 刚才忘了谢谢你了 今天要不是你 我可能就麻烦了 哈哈 小伙子啊 你的眼力是真不错 哎 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合作啊 合作 对 过来天呢 有个赌诗大会 有兴趣的话啊 你可以联系我 这是我的名片 我会是 骆子刘提到的那个赌诗大会吧 好 对了 副会长 我刚刚注意到 您的胃好像有点问题 有时间 去医院看看 好 谢谢 我走了 未有毛病 打了一天的电话 就是不接啊 这 请问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一天到晚都不接人 不知道现在店里难吗 哎 这这种人啊 他肯定是去找新工作起来 他这种人就是建立一就上 有困难就让 春春小人一个 张晨俊 你少放心 老板 我是给店里解决资金问题 你 你 你能解决什么资金问题啊 那可是一千万 把你卖的都不值 吹什么牛啊 不好意思啊 我已经解决了 看好了 这可是极品的蓝宝石 价值至少上千万 哼 这要是真的极品蓝宝石 我 我跟你姓 这真是极品蓝宝石 你是怎么得到的 这个就不用你管了 反正你现在把它卖的 就能马上解决店里的资金问题 太好了 刚好有人想要极品蓝宝石 不过 你为什么要帮我 不会是另路所图吧 小撒蹄子还搁这装 老板 宝石我可以给你 但是 我想要店里的一部分股份 你想入股 没错 我想入股 没问题 我得赶紧告诉客户 喂曾少 您要的极品蓝宝石有了 太好了 行 我晚上去拿 好 他说他晚上过来 曾少爷 这跟我真没关系 他 什么事 什么情 呦 李老板 您可回来了 曾少爷 咱们下午不是说好 您这是闹哪一处 是是说好了 说好了晚上我来拿宝石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这怎么到了晚上 变成假的了 假货 不可能 给我看一下 怎么样 没冤枉你吧 你们胆子可真大呀 连我的东西都比较爆 真是不想混了 怎么回事 保时呢 谁以为我不懂行 我告诉你 今天你们要是拿不出真的 我就把这砸个稀巴烂 谁来都不好使 曾少爷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样吧 我先把押金可以 你看我差钱吗 我要的是宝石 宝石 这你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你说我不讲道理 来啊 把这儿给我砸了 慢着 曾上我知道宝石 在哪 就是他 他把宝石藏了去 兼手自盗 秦芬 你别胡说八道啊 我兼手自盗 你有什么证据 你把宝石藏到的店里 别人不知道 我可是一清二楚 秦芬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了老板 你早就跟你说过 张晴峻这个人靠不住 宝石做些突一摸狗事 你还不信 什么废话 我不管是谁做的 我只要我的宝石赶紧交出来 曾少爷 少爷 哼 我看你找不到宝石 你该怎么办 宝石就在 这儿 拿出来 拿出来 张晴峻 还有什么话说 你就算找到这宝石 也不能证明是我偷的呀 哎 万一是你藏的呢 你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你想死个明白是吧 真到你那狗眼看看 那是行 我就知道你回来这一趟 提前装了摄像头 你还有什么话说 卑鄙小人 我给你拼了 就你也可以跟我动手 张晴峻 我真没想到你会坚守自盗 太让我失望了 你别开除了滚 好 你们给我等着 拿了我的东西就想捕 家 哎 哎真打不为气 再走 你们两个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走走 孙少爷 保时给你 这件事情是我 孙少 没点表示 孙少 您这是什么意思 李老板 我知道你最近缺钱 不过你大可不必这样 只要你 陪陪我 登下 请自助 小子 干什么找死啊 我们这是正儿八经的古董店 如果你金虫上了 我建议去路边的鸡窝看看 如果你再敢动手动脚 别怪我对你客气 小子啊 你敢这么对我说话 今天我得好好教训教训 你想干什么 你不是嘴硬吗 我就拿刀把你的舌头 一片一片的搁下来看你还硬不硬 上 秦凤快走 秦凤 梦是出什么事 嘴 快走啊 你怎么回事 孙少爷 看来你把我的话当作一套朋友 他不会的 我玩邪国的会长 怎么会来我店 副会长 原来你们早就认识 秦凤 这什么情况 孙少爷 莫名其妙的想找我麻烦 不过 他带的这帮手下 好像不怎么扛揍 你找秦凤的麻烦 你还在哪里 哪里赶上 副会长 我跟前面开玩笑的 我说来买不是 买完保时赶紧滚 还想留在这十万吗 哎不敢不敢 我这就走 等等 不会长 还没给钱呢 嗯 哦 这是一千万您拿好 怎么下手啊 我的精神算是非呢 精神算是非 我再给你一百万 你那是不是病啊 起来 不 多谢部位长 你要是不来 这个信真的肯定不理解 平手之劳嘛 要不是你上次提醒我去医院 看看我的胃 这说不定就拖成什么大毛病了 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呀 哎对了 上次我跟你提的那件事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你是说赌食大会 没错啊 会长 您说的是一年一度的赌食大会 东海市最大的御时建国会 没错 秦分的眼力好啊 尤其间别宝石 真是火眼金睛 哎 我希望他这次是武器 说不定我还能剪个漏呢 哈哈哈哈 这可是个好机会 秦分 你就答应会长 护卫长 请我去去 为什么呀 我前两天得罪了一个大师 我爸去的给您添麻烦 是老义吧 没事 我跟他关系好 不用怕 还有 罗斯柳 什么 秦分啊秦分 我说你什么好呢 一口气得罪两个 这其中一个还是国家级的大师 这两位啊 也不是那小气的人 只要你不惹事 就没问题的 秦分 会长既然都这么说了 你就去呗 那就去吧 哈哈哈哈 好久没给李东那个扫蹄子发消息了 不知道他在干嘛 在吗 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冷漠 最近事情有点多 很累 对不起了 什么 性生活不和谐 讨厌 人家还没有过性生活呢 这好坏 什么时候能过来弄弄 我好难受啊 我吃 等着 等我参加完赌事大会 我们找一个高级酒店 我要好好收拾你 你也要去赌事大会 嗯 我能不能见见你啊 没听到我说赌事大会结束吗 又不听话 主人你别生气 我听你的就是了 太爽了 也不知道 美女老板的小戏 要摸起来是什么感觉 老板 其实你完全不用跟我来的 这种小场合 我完全可以自己应付 得了吧 你得罪了曾斌 还不知道他要怎么报复 你好歹也是为了我来的 我怎么着都要来看看 哎 老板 我发现你对我的态度 跟之前不一样 我哪有 胡说 哎 赶紧进去 先生你是 请出示请帖 我可是受副会长的邀请来参加大会的 没有请帖 不能让你们进去 副会长没给你请帖吗 哼 没有啊 到底是不是忘了 哪有什么请帖 哈哈哈哈 哎呀 我以为是谁呢 这不是勤奋吗 原来是徐少爷 感谢你给我的项链 让我卖了一千万 现在我已经是店里的股东了 区区一千万算什么 我还不放下你 倒是你 现在被拦在门口跟狗一样 丢不丢人 丢人 那也总比你在光天花日之下叫我爸爸强吧 说什么 你他妈有种再说一遍 我说你徐之声 是我儿子 哎 秦芬 不是说好了低调点吗 臭小子 你非要不好好教训教训你 我他妈就不姓徐 你以为我不怕你吗 嗯 瞎鸡眼用牛头 你旁边这位美女老板冒美和花 你走了 我找十个八个大汉轮了他 你说什么 你放开我 跑来 跑来 快把轩人放下来 你要再来闹事 我们就要把你轰走了 你看到是他才挑衅的吗 我只看到你动手了 那也不放下 我就不客气了 紧缝你还是先把他放开 孙毕你干什么 不安他们打人你不管啊 你让他管 整个会场都是我的人 你们胆子还真大 居然敢自投挪网了 孙毕 你就是单挑 他你大也单挑 你以为你是谁啊 西部牛仔吗 孙毕 他可是副会长 你敢惹他 副会长 副会长在哪 把他叫出来啊 真以为自己盘上高枝了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清飞 你不是很猛啊 不过可惜了 你现在连会场也都做不去 住手 你们干什么呢 副会长 把秦分松开 听见没有 松开 我告诉你们啊 秦分是我的人 你们这样对他 是不是太不给我面子了 副会长 秦分这家伙前几天 诅咒骆大师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 今天你又把他带到这会场里来 是不是有点不尊重骆大师啊 你是说我没有眼色了 诶 哪敢啊 我没有诅咒骆大师 我说的都是实话 还要是不听我的 迟早会死 秦分 乱说什么呢 副会长 如果这话传到骆大师耳朵里边 你这会场的地位也不保啊 你照顾谁呢 我告诉你 我的眼睛绝对不会看错 无论是人还是宝 我只需意义 便能看穿本质 为什么牛呢 别以为你捡了几回路 你就敢自称大师了 可笑 你要是不信 我们大可以拿东西来验证一下 看是不是真意 好啊 今天咱们就比试比试 这小子眼光毒辣的 不知道有什么时候的 小心点 放心吧 我早有准备 嘀咕什么呢 说吧 怎么 李眼力 就在今天的赌试大会上 谁找到的石头价值更高 算谁赢 好啊 怎么才做 我输了给你一千万 如何 这价格不低了 不行 那你想要是 我知道你们曾经家 在东海市有名的珠宝上 有一间珠宝店很出名 我 就要那个 就要那个 你知道那家珠宝店值多少钱吧 起码五千万 不敢就算了 好 既然如此 如果我赢了我要你一双赢 还有你的左右 秦凤 还是别跟他赌 是啊 秦凡 这小子看意识很厉害 从小耳术木人 我和你 还是别跟他赌的 行吧 好 就这么定 不愧是赌市赌市大会 这么多元石 秦凤 我真佩服你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嘻嘻哈哈的 你可得认真点 你要输了的话 就变成残疾人了 是啊 秦凤 你今天呀 太冲动了 放心吧 相信我 要是不带你来这就好了 闹出这么一个事来 哎 不过没关系啊 今天整个会场的元石 你随便跳 我来付钱 怎么样 放心吧 我也会支持你 谢谢你们啊 让一让 我开始选了 极品金融翡翠 我选好了 就这块 选了半天就选了这么个东西 这边是低价区 都是别人不要的编角料 开不出什么东西 是啊 你看这个浴室啊 表面斑膜不堪 那一看就是裂编 你到那边看看 那边是高藏区 开出浴室的机会大呀 你们要相信我 我敢保证 我挑的这一块 是极品当中的极品 没问题的 你是不是傻 那边那么多浴室你不挑 偏偏在这垃圾里解 看你就是小水 你就是 你就放心吧 我的老板 恭喜曾少爷 开出极品翡翠 什么 哈哈哈哈 谁看 输了 看到了吗 极品翡翠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 这浴室轻浴透亮 确实是个极品 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宝玉 怎么样 认不认输 怎么又是这小子 谁让他来的 应该是浮东 要不要 我去把他轰 算 这么多人把他赶走 显得我们太过于小气 等没人的时候 告诉浮东 他这个会长 不要赶 好 毕竟这段时间 总是凶门气短的话 让我 我跟你去修修 而且是说吧 没看到曾兵开出了 极品翡翠吗 你们急什么呀 我也想 哦 借一下 你这块石头 应该是低价区的烂货 你该不会自暴自弃了吧 哈哈哈哈 没有出力 哈哈哈哈 看见了吧 没头绿 你说 你急什么 继续歇 哎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 拉鸡堆里会出个极品翡翠吧 我梦 还是没有出力 果然是个废 开了两刀都没有见绿 定没什么希望 您说的对 接着歇 记住了 这次要薄切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第三刀才出绿的 出绿了 出绿了 极品冰种翡翠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 给我看看 可能 莫大师 莫大师 你怎么了 我失败 失败 莫大师 我真的是 能这样 我 你怎么样 快 快 快 罗大师 来人 现在就去救警队 快 放罗大师进去 是 真是几瓶冰中废载 怎么样子民 不信吗 我开的这块玉 可给你那块好多了 你输了 太好了 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 磨烂里面竟然有绝世宝玉 看这个品质 至少价值一千万 什么 孙斌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把珠宝店交出来吧 各位 各位 他作弊 作弊 这个人不算了 今天有这么多人看着 还有副大师作证 你说我作弊 你是不是无奇啊 孙斌 你好歹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怎么 想当众耍赖啊 听不吊人 我今天还就赖了 你还把不把副会长放在眼里 副会长 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古董协会会长而已 给他面子 我叫他会长不给他面子 他什么东西 你说什么 曾斌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连副会长都不放在眼里 我家是做珠宝生意的身体 得罪一个小小的古董 根本不算什么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鼓完协会 正式除你的名 除名就除名 一个破烂鼓动协会的会员 老子还真不在 你 好了小副 你要没什么事出去一边站着 我跟秦奋有点私事 你想做什么 我想弄死 来人啊 江碧 你干什么 不要胡闹 为什么你管得着吗 这不是看谁来救你啊 住手 易大使你怎么来了 这是想干什么 易大使 这小子不懂规矩冲撞了 正准备收拾他 正好 前两天 他也冒犯了驴分落大使 自我一块收拾了你 你给我闭嘴 你不能这么跟秦奋 因为他是唯一能救落大使的人 易大使 你说什么 秦奋 你赶紧跟我上二楼吧 我大使快不行了 他现在小心我了 不着急 我也私事要成立 秦奋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增兵吗 你今天如果答应我 去治好了落大使 你今天想让他做什么 我就让他做什么 此话当真 那我的鞋子 说什么 你没听见他说什么吗 赶紧照做 徐大使 淘淘宗家大少爷 你让我给他擦死 谁啊 拿手 即便是你父亲站在这 也得听落大什么 现在落大使生命垂危 只有勤奋能救你 淘宗 你想不听吗 哎 听见没有 把鞋给我擦干净 再把珠宝转量电的合同给我 这事 这事 我完了 赶紧照做 等便 好 我给落大使面子 现在我等着 怎便 电鞋转量电鞋转量电鞋 电鞋转量合同了 我会不让人跟你送 万一你又耍了 你放心 今天有我在 他不敢出尔反尔 清白 谁让你答应我 赶紧去救洛大使 我保证 今后在东海市 没有人敢不给你面子 既然如此 那就算了吧 三天之内拿不到转让合同 我亲自上门来去 啊 啊 啊 请问 咱们赶紧走吧 骆大使等不及了 走吧大使 嘿嘿 真是天主我也 手转砸了吗 砸碎了 骆大使缓过来一口气 可他又晕倒了 你快看看吧 叶伯伯 这位是 啊 菲菲 他就是秦芬 就是他 看出来骆大使 手串有问题的 骆大使运到这些 想让他过来看一看 秦芬 你赶紧看看 鞋器已经不满穿身 必须放出来 放出来 怎么放 用刀 用刀把皮肤划开 只要把鞋器放出来 应该就没事 等等你说 应该 你是大夫吗 当然不是 我是卖古董的 你一个卖古董的 居然想对我爷爷开刀 你想害死我爷爷 我这是在救他 这邪气 这邪气聚而不散 如果不放出来 恐怕活不过今晚 独撑 什么邪气 我怎么看不到 易伯伯 你能看到吗 当然看不到 只有我能看到 你相信我 现在只有我能救他 有多少把握 十程 那好吧 你试试吧 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呀 你怎么来了 易大师 这小子根本就不懂易说 他要是出手 那洛大师不就完了吗 我呀 这洛大师请来了 王神 只要王神一出手 那定然是 要我老易出 你说什么 王神一来了 病人怎么样了 这能行吗 来 你别玩去 等会看看王神一 怎么揭穿 你这不弄人的马区吧 王神一 我爷爷他到底怎么样了 他已经昏迷半天了 就是简单的昏厥 打一肚就好了 放屁 胡说八道 小子 你居然质疑我 我行医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走过眼 在我手下治好的病人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人得找你在这里指手画脚 洛大师和其他人不一个 他是中了血气 不是普通的病症 中癖 这世界上哪来的血碎 我看你小子才是中癖了吧 小子 别在这啰嗦 耽误了时间 你要付全职 听见吗 你给你闪开 我让你治 我看看谁后悔 王神一 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赶紧给我一打针吧 小子 我懒得搭理你 等我治好了洛大师 你就知道你刚才说的话 有多么可笑 洛大师 爷爷 你怎么样了 你吓死菲菲了 菲菲别哭了 爷爷没事 对了 是不是勤奋把我给治好了 快把他叫过来 我要好好谢谢他 才不是他呢 他差点 要把你牵到万寡了呢 是王神一救好了你 居然大王神一救了呀 谁救的呀 哎呀洛大师 是我呀 啊 老徐的儿子 谢谢你了 洛大师 你这就客气了 这就是小贝 应该做的 小赛 看见了吗 邪气在哪呢 不应该呀 不好 邪气奔着心脏去了 你还在这胡扯 易大师 这人是您找来的 还劳烦您把他给送走 千芬 咱们还是走吧 你要相信我 文文他只是回光反照 他现在病情更严重了 小赛 看来你的医术是一跳不通 老不讲我好好教教你 罗大师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没事吧 只是 爷爷 什么情况 让我看看 怎么会这样 不好 洛大师的生命体称 正在急剧下降 王神一 你快救救我爷爷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这 我也救不了啊 哎呀 时间不走了 该不去吃饭了 等等 你不能走 为什么 你刚刚不是赶我走吗 对不起 刚才是我罗马了 只要你愿意救我爷爷 我会跟你赔礼道歉的 快去 快 正管 这才真的没事啊 爷爷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这下感觉可比刚才好多了 这刚才总觉得有那么 这邪气 差点 憋死我呀 这真是神奇啊 这算什么 这病啊 早在我见他第一遍的时候 我就看得出来了 只是你们不相信而已嘛 大师 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以后不干净的东西啊 就别带了啊 老父错怪你了 我现在要给你 赔礼道歉 飞飞啊 你刚才是不是也对人家不礼貌 还不快赔礼 是我不对 多谢你救我爷爷 哎 我可承受不起 哎 你这是干什么 多亏了你我爷爷才活过来 而我 去差点害死了爷爷 我真是太蠢了 算了 你也是关心则乱 我 哎 你呢 服气了吗 服什么呀 这明明是是王晨一的功劳 你只是巧幸吧 老头 说 是你治好的吗 是啊 就是我治好的 怎么了 我猜 你这脸皮真厚你 说谁脸皮厚呢 啊 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邪髓 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啊 年轻人说话 要出去分寸 义大师 你听我说他根本就 既然你不信 那我就 让你试试 你 你不是不信吗 我让你体验一下邪气 哎 哎 哎 你没事吧 为什么话呀 哎呦 给我找一话 你给我向他大师过来 哎 要你给我等着 清队 你刚才有点太冲动了 年纪轻轻 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放心吧 李大师 还不是我的对手 我就不信 他能把我怎么样 多亏了你 老夫才能报 这件事 要不要我帮你解决了呀 那可不必 你这人怎么那么不听劝啊 徐家可不是好惹的 是啊 你刚才还得罪了曾斌 如果他们两家联合起来对付你 那该怎么办 什么 你还得罪了曾斌 你个普通的小老百姓 怎么敢 两个小小的人渣 何足为惧 你还在嘴硬 不用你们担心了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 那我就告辞 秦飞 大师还有何指教 飞飞啊 去把我那宝贝拿过来 我要好好感谢一下秦飞 这 快去吧 大概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成化的斗彩鸡钢杯 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啊 武老师 武老师 您这是 一点小玩意儿不诚信 以后你需要什么 尽管说 成化斗彩鸡钢杯 嗯 行啊 那我就勉强收价 勉强 你知道这个价值多少钱吗 还勉强 飞飞 不要说了 行啊 今天也算没白来嘛 勤奋小友 你愿不愿意 接踢我的位置 什么意思 爷爷 你 我老了 我现在需要找一个 接翻人 爷爷 你不会是想让他 你不会还想让我当你徒弟吧 老傅今天见你参加赌食的场景 你早已经成为胆吃主 我没资格做你的事 我只是想让你替我 参加一个特殊健康 特殊健康大会 什么东西啊 这特殊健康大会 是四年一度的盛会 全国各级大师 都会齐聚东海 为的就是要见证 所有人的眼力 骆老师 也就是在这个特殊健康大会上 连续三年 达到了冠军 才有了今时今日的力 今年啊 我想把这个资格 让给你 那我要是去参加 有什么好处 那好处可多了去了 在健康大会上 赢得了荣誉 就等于有了地位了 以后呢 谁也不敢欺负你 曾斌他爹 就是因为获得了第二名 他有了今天的成就 那我考虑考虑 有这个机会 你还要考虑 当然了 我什么事都得考虑清楚 换句 我还约的人 我先走了 既然你要考虑 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意思 随时来找我 行 哦 欢迎 卢畔酒店 开好方等你 哈哈 你好姐 车就在前面 啊 副会长 我临时有点事 就不麻烦您送我了 您先回去吧 行 那我先过去 胡畔酒店 开好方等你 嗯 一会见哦 逆子 你居然敢拿着珠宝店去 你知道这次咱们增加 遵失了多少吗 爸 您可是堂堂一级健保师 至于这么害怕吗 一级健保师算什么 他落自流 可是特级健保师 不过 一个月以后的健保大赛 就要开始了 这次 我一定应了他 是 过几天啊 你去一趟李家 我跟你家家主商量好了 想让你啊 跟他的女儿和亲 爸 您说的是那个 李璐 对呀 不行了 爸 李璐跟那个勤奋 最近走得很近 我还他们两个 绝对有一对 他不会终于 跟我在一起的 春货 父母之命懂不懂 只要搞腻 他爹 那李璐还不得乖乖听话 你去的时候 带上咱们家的传家宝 什么 传家宝 爸 这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你干 是这次健保大赛的 承办方之一 拿下他们 比什么都重要 门门锁 进来吧 是你吗 是我 我要的东西都带了 都带了 皮鞭 手铐 这些都是我珍藏的玩具 感觉不错 你能转过来 让我看看你的脸吗 当然可以 你为什么 戴着面具 我还真想让你 看到我的真面目 我们今晚 只研究生命 不研究别的 好呀 那我们从哪一步开始呢 你先把鞋脱了 躺在床上让我看一看 我呢 还穿了一件特别性格的内衣 你要不要看看 好 快 你怎么停了 到你了 好急 我就满足你 能不能把面具这样 看着怪吓人的 也不坏气氛 脑帮你 不行 谁啊 小姐 老爷叫你回家 说宇佑姐是少年 我爹 是 嗯 想死我了 想死我了 这小时被发现该了的 啊 你 我 隐人呢 嗯 爸 你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干嘛 你还知道回来 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回家看看 你还爸你爸你妈放在心里吗 我妈早就死 老爷 你看露露他诅证我 不生气不生气啊 快给你妈道歉 让我给他道歉 做梦 我古董店明天还有事 先走了 慢着 老爷 你也别生气 他毕竟一个迟早要嫁人的女孩子 守着那么大个店铺 也挺不容易的 我这次把你叫回来 有两件事 第一 那个店铺 你不用去了 我准备送给你小妈 你店是我的心血 凭什么让给他呀 你小妈怀孕了 我得给他们娘儿俩有个保障 我想来想去 还是那个店铺合适 我不同意 这由不得你 你想想 那个店铺写的是我的名字 我还没有死呢 这事由不得你做主 你们 你们太过分 先别哭 第二件事 你老大不小了 该嫁人了 我和你僧伯伯商量过 等有时间了 你们就把混定了吧 说曾兵 是啊 那小伙子我见过 挺不错的 人也善良 不可能 曾兵可是出了名的顽固子弟 你让我嫁给他 你怎么想呢 我不适合你再商量 曾家 是东海有名的珠宝商 还掌握着独家的珠宝进口渠道 你嫁不去 对我们那家有好处 并且 罗子流那个老东西 甚至快不行了 四年一度的健保大赛 这次得冠军的肯定是曾德仙 爸 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 你的摇钱术 还是工具人 放肆 怎么和我说话 我是你爸 你得听我的 我不 你敢 明天你就跟我收拾动静 再压个这个家上面 是啊 你弟弟我快出生了 你没事就回家照顾照顾我 你父亲年都没大了 你弟弟以后就是家族继承人了 贱人你做梦 你说什么 你说你是个贱人 你 你为了这个贱人打我是吗 道歉 不可能 让我给他道歉你做梦 我总得要还给你了 要 老爷 我也是关心鹿鹿为他好 他 好了好了我哭了啊 等他下次回来 好好地教训教训他 你放心 这个店铺 已经是你的了 老板 老板 珠宝店的转燃合同 我捞过来了 你拍开 老板 你收拾东西干嘛 没事 我要搬走了 收拾都是 搬走 搬哪去啊 您脸怎么有点肿 你是不是被人打了 没事 告诉我 谁干的 我爹 你爹 他 他为什么打你啊 我说怎么不同意 曾家的婚事 原来是外面有野男人了呀 你是谁 我是李璐妈 这么年轻 后妈 王美丽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看我的店铺怎么样了 看看 你有没有偷偷拿走里面的宝贝 这里的古董都是我的 你的 你爹都把店铺给我了 这里面的古董 你自然都属 不 准确的来说 是属于 地铁 地铁 气人太盛 这里的古董都留给你买棺材了 请跟我们走 他没有怀孕啊 你说什么 我说 你这个后妈根本就没有怀孕 你所谓的弟弟 根本就不存在 怎么会 你胡说 我明明就怀孕了 这可是医生诊断 你凭什么胡说八道 我看你是为了贪财 故意在这 放屁 你谁啊你 你是医生吗 我是 他是我男朋友 你说什么 他叫秦凤 是我男朋友 增加最大的古董店知道吧 现在是他名下的财产 骆大师和易大师都称赞过他 我相信读出一年 他就是东海市健保界的佼佼者 什么 他这么厉害 回去告诉我吧 有时间 我一定会带他回趟家 老师 让你们都后悔 听到了吗 我是陆的男朋友 王美丽 我再问你 你到底怀没怀孕 这还能用钱 我滚 都给我滚 不管他是谁 现在立刻马上滚出我的店铺 我 你确定王美丽没有怀孕吗 当然 我觉得不会看错 好 那我就用这点把他赶出我家 现在去哪 去珠宝链 这装修风格我还是挺喜欢的 啊 两位要点什么 找你们的负责人 是你 张晨静 这是冤家路窄啊 怎么几天不见 你这么拉拉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张师傅啊 狗男女 这儿不欢迎你们赶紧离开这儿 我现在是这家店的老板 把你们负责人找过来 你不配跟我说话 老板 哈哈哈哈哈哈 谁不知道这家店那是增加的 他怎么就成你的了 吹牛都不知道打个草稿 你难道不知道 这家珠宝店现在是我的了 呦呦呦呦你还越说越来劲了 我告诉你 这家店要是你的 我 我我我老婆送给你 这个是你说的啊 来人呢 负责人在不在 谁找我 你是店里的负责人 对啊是我 找我什么事 把他给我开了 这凭什么 你说开就开 你是谁啊 就凭我是你们这家店的老板 难道曾家人没有告诉你 这家店换老板了吗 这是说换人了 但也没说是谁啊 就是我 这你 这你穿得跟个乞丐似的 怎么可能是我们老板 哈哈哈哈 秦芬 你说的挺个屁用啊 我还不了解你 就知道装逼 哼 啊啊 什么 睁开你们的狗眼好好看 这是什么东西 我不信 你拿来给我看 这真的是转让合同 现在你们心吗 哈哈 你们还是齐老板 这太张 就不知道齐老板今天 能大家公民啊 您赎罪啊 你还挺会来事 刚才我说什么 哦 对对对对 张承俊 你现在可以收拾东西 滚蛋了 你们 其人太甚 张承俊 今天的一切 都是你咎有自去 你还能活着 这已经是外星了 我 我给你拼了 我弄死你 琴哥 这是不是下手太狠了点 啊 啊 这老板 对销标我的心意愿吗 不用 当初他就是这么对我来 我现在也让他长着这个 滋味 好 我 那姐妹 今儿得抽我记住了 我肯定是要报复他 黄美丽那个简 把咱俩的事情告诉我爸 正好啊 咱们一起去接受他咋回应的事 可你不是我男朋友 没关系啊 我可以吃点亏 暂时接点 你吸那个老东西 知不知道你在外边偷男人 他疼什么 不知道什么 以后你学了理论的 能忘了吗 老师 别忘了 你怎么啦 你怎么啦 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 虚构莫名其妙的疼 嗯 老公 露露回来了 快 露露回来了 露露快点出去 爸 我回来了 露露 爸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 这不就是那个什么勤奋吗 你知道 我叫你们回来是为什么吗 听说 伯父想见见我 顺便考验一下未来女婿 错 我叫你们回来 是让你离开我女儿 什么 你怎么来了 我 呃 我来放我未婚妻子吗 哦 他就是你未婚妻子 放肆 你真敢如此无敌 他可是李露的小猫 哦 抱歉啊 我看他俩楼梯走下来很亲密的样子 还以为他俩是一对呢 你 李露 你是找这样一个男朋友 就是 第一次来还哄着手 这本明是看不起我们李家 无相增少爷 还彻底带了传家宝 哦 先知带了礼物 早就听说整个城市大部分的珠宝都是在增家流通 实在是佩服 伯父客气了 李家不也掌握着重要的海运资源吗 我们增加要是没有李家的扶持生意怎么可能越挫越大呢 况且这次健保大赛的同伴方还是李伯父您 天知太会说话了 不就是个健保大会吗 我若参加冠军唾手可得 你吹什么牛啊 有资格吗 本来呢我不想去的 听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来兴趣了 那我就随便参加一下 再随便拿个冠军吧 秦芬 做人有低调 吹牛只会让人讨厌 爸 秦芬也带了礼物来 我的礼物拿出来 怕省下你们的眼睛 还是先看看曾少的吧 好让我开开眼 我拿就我拿 李伯父 家父知道您平时最爱古董 特地让我带了 我家早年珍藏的宝贝名为青鸟尊 这 这可是百年难得演的珍宝啊 这应该很值钱吧 几千万吧 几千万 贤芬真是太客气了 你回去 给你父亲说 就说你和露露的婚事我同意了 什么 慢着 我的贱面礼还没拿出来呢 你 你能有什么礼物 能和曾少爷的青鸟尊相提并论 看好了 这 这是城华盗菜鸡坑碑 老爷子还真是有点眼力啊 这就是城华激光碑 前几日在拍卖会上拍出的一个一摩一 价值2.3亿 我这个橙色更好大概就值个 三个亿 这怎么可能 能 这个绝对是假的 据我所知东海只有一个鸡钢杯 但是在骆大师来 你是哪来的 没错 我也听说在骆大师说 你怎么得来的 没错 这个就是骆大师为了感谢我的救命之恩送我的 我能给勤奋作证 伯父你别被得骗了 几个夜的东西怎么能说给就给 伯父 因为你也是文完界的大名 分辨真假应该明白 是这个吗 这 这具材是真的 怎么可能 现在性的吧 伯父 我愿意把这个东西送给你 只要你答应 让我和露露在一起 我什么时候说 比屋贵重就可以娶个女孩 并不让人知道 我又卖女孩呢 就是 伯父你怎么是这样的 还要什么条件 这样吧 别说我不给你提供 你和曾斌比一场 我这房间里有很多的古董 你们俩 谁最先找出最贵的 我就同意 露露分析交往 爸 你把我当什么了 我又不是奖品 我就要跟秦坤在一起 露露 你父亲可是著名的古董商人 要是他的女性眼力差 以后还怎么例子 林队 你可同意 我看他是不敢 露露 我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 前段时间才当过我的手下败将 输给我一个珠宝店 那是你运气好 敢不敢跟我再比一场 比就比 那你们可以开始 我又致地 啊 選好了嗎 我已經有答案了 我選好了 那你先來 我怕你跟我選的一樣 我選的 就是這個 琴的 你要不要再看看我 這這個是不對的 琴芬 我以為你有什麼本 就這點能耐 真是幫我看 看我的吧 不虧 不愧是曾家大工資 眼光就是好 琴芬 你輸了 琴芬 你糊了吧 再得一場 你選的根本不是最貴的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曾少爺明明選對了 就連老爺都說沒錯 難道 你比老爺還瞭解不成 說了孩子 還是不是個男人 啊 小 我的眼睛就是你 我說什麼就是什麼 不放肆 你把三弟給我放開 我們理解還輪不到你來撒你 琴芬 你還是先把他撒開吧 男人最沒品就是說不起 我就看不起你這樣的人 以後 不要來理解 你理路原意的 什麼 婆婆 不是我說不起 而是我根本沒有說 婆婆 如果這個杯子是真的的話 他當然是這裡最貴 不過 他只是一間房品 你說什麼 胡扯 你憑什麼說是房品 我看你就是輸了不想認賬 秦鳳 這個碗從小就在我們家 可能是假的 你說這是防血 你有沒有證據 既然你們都不相信的話 那我就證明給你看 秦鳳 秦鳳你瘋了嗎 報警報警趕快報警 紙瘋了 他一定是瘋了 招什麼急啊 看吧 這是 這是著名造假大師的一件作品 他會在他的每件房屋裡 都塞上這麼一張紙 李伯伯 你被騙了 李伯伯 你被騙了 不行我看看這怎麼可能 敢騙我 虧我把他當寶貝 竟藏了二十年 這真是假的 任何人都有看錯的時候 除了我 秦鳳你真理 伯父 雖然我看左眼了 但也絕對不能判他贏啊 伯父 你千萬不能讓這小子 跟李陸在一起啊 就是 雖然秦鳳眼力不錯 但終歸沒什麼事 和曾少爺相比還是差眼了 老爺 您就算不為我考慮 還敢為我肚子裡的孩子考慮 你肚子裡哪有什麼孩子 伯父 我說你的妻子並沒有懷孕 只不過是他編造的 目的是為了搶活路路的古董店 秦鳳 你血口喷人 我怎麼可能騙老爺 我可以為我說的話負責 伯父 如果不信任我 再帶他去檢查一次 有沒有 查一查就知道 是啊 有本事你就再檢查一次 我明明就懷孕 我根本不用做什麼檢查 還是查一下吧 老爺 你不相信我 您不相信我 我是不相信 是先驗證一下 如果你真的懷孕了 那說明秦鳳他冤枉你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讓他和露露在一起 這事對我們李家好 曾少 你回去告訴你父親 你和露露的婚事先暫停 等我不懷孕這事搞清楚了再說 是 說 說 前芬 今天的事你給我記著 我通常不會放過你 今天謝謝你了 要不是你我就嫁給曾冰那個混蛋了 沒什麼 小意思 你真的要去特級健保大賽嗎 有可能 洛大師已經跟我說過了 但是還沒確定 你希望我去嗎 我當然希望你去了 那如果我贏的健保大會 你能不能答應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和我在一起 我已經有喜歡的人了 什麼 你有喜歡的人了 我也不知道 我們是意外認識的 平常呢就靠短信聯繫 只見過一次 他是我見的最愛情的男人 原來是我 從那次之後 我們就沒有聯繫了 估計他現在已經討厭我了 不會的 說什麼 我說 其實吧 我 怎麼了吞吞吐吐的 有話你就直說 我 哎呀 算了 時間不早了 你先回去吧 有話也不說還趕我走 我這不是怕太晚 怕你不安全 誰樂意跟你一起帶著 哎 你幹什麼 這麼兇幹什麼 人家是特地來找你的 有事說事 其實我很喜歡你 懷孕的事就這麼算 你告訴老爺是冤枉我的 好不好 憑什麼 就憑 這個 你 你別亂來啊 幹什麼 反應這麼大 你不會 你不會是個 畜男吧 你別亂來 你可是李杜的後貌 我都不害怕 你害怕什麼 只要你幫我把 懷孕的事情 埋下去 我保證 讓你舒服 瘋了 這可是在大街上 原來你在擔心這個 我的車就在那邊 我們可以去車上 或者去你家裡也行 不行 把我當什麼人了 你趕快回去 你還害羞 來吧 你們在幹什麼 洛洛 你聽我給你解釋 解釋什麼 你倆可真夠噁心的 我現在就去告訴我爹 不是 這是誤會 你別碰我 秦芬 我真沒想到你是這種人 李洛 你去告訴你吧 民憑無懼的 你能拿我們怎麼辦啊 王美麗 我以前以為你只是 貪圖我們家的財產 沒想到你是個 徹徒徹尾的賤戶 你說誰是賤戶 說你是賤戶 我給你聽啊 別打了 哎呀你們別打了 哎呀我的肚子 你給我等著 我就告訴你爸 哎你 洛洛 別理他 你懶惰我幹什麼啊 我就應該把那個賤貨打死 你可真夠惡心 老女人你都不放過 他也不老啊 你說什麼 我說我跟他 真沒什麼 你不要這麼衝動 沒什麼你倆在街上 搂搂搂搂搂搂 幹什麼呢 哎呀沒有 他想讓我幫他隱瞞他 假懷孕的事 用他的身體作為暴力 我沒有答應啊 我才不信 真的 有你在我怎麼可能答應別人 我已經有喜歡的人了 我說過了 那個人不是你 沒關系 不出三天 我會讓你對這句話而後悔 什麼意思啊 你知道我說的是誰 當然 不僅知道 我跟他還很熟 他是誰 他沒跟你亂說過什麼吧 你是不是 有什麼秘密啊 哪有 我只是怕那個人亂說 快 快告訴我他的真實身份 現在還不行 等你家的事情穩定呢 生意變好了 我再告訴你 我才不行 是不是真的 三天之後就知道了 反正 你只要記住 我不會背叛你 也不會傷害你 真的嗎 當然 那好 今晚是我誤會你 沒事 明天記得來珠寶店上班 不要遲到 好 放心吧 老先生 咱們來這裡看點什麼 咱們這裡啊 玉石珠寶 應有盡有 你們老板站呢 把他給我交出來 老先生 您找他有什麼事啊 我是這裡的負責人 你 我要當東西 你能做主嗎 當東西 我們這是珠寶店 不是當鋪 你要是當東西的話 你還是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你們廣告上不是說 高價回收 整個餘器嗎 你們怎麼說話不算話呀 班長 怎麼了 這老先生 要當東西 老先生 您要當什麼東西 可否給我看一下 如果是好東西 我就收了 這就對了 我要不是起床用錢 你們這個小破地方 我根本不會來 我這個寶貝 都去了好幾家了 他們都給不起我要的價錢 你們要是 不給我合理和滿意的價格 我也不賣給你 行大爺 可可先給我看 哎 你看 爹 你你怎麼在這啊 這 你管我幹什麼 你回家去 你又在賣川家寶了 這個不能賣 我想幹啥都幹啥 上面去 老爺 先給我看看吧 哎 不行 我進去不同意 這個竹子 我賣定了 啥也來追過 這到底是什麼寶貝 竟然讓他兒子 這麼阻攔 你知道 剛剛就鐵了一眼 別客氣 原來就是個現代製品 我還以為是什麼好東西 老闆 怎麼樣 這東西對不對 不對 這就是個現代製品 你說什麼 老爺子 我說 您的馬老銷面 就是一個現代製品 值不了多少錢 如果您非要賣的話 我給您住兩千塊 什麼 兩千塊錢 你是不是瘋了 老爺子 東西只是這個價 你賣不賣 方批 我這個是國寶 人家給我兩千萬 我都沒賣 這只是一個現代製品 不值這麼多 雖然是馬老銷链 但是名字請 他的唇色實在是太長 如果我連這的看不出來 看我這家店就白開了 我這東西 至少二十多個專家看過 他們個個都是參加 健保大會的大師 知道 駱子流嗎 他都說我這是真的 如果駱大師都說 如果您的項鍊是真的都 那您還來找我幹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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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吧 你看你 把我這清什麼樣了 老姐 我只是實話實說 實話 我告訴你 這項鍊 它可不是什麼 眾元明清的 這是西州的 什麼叫西州 你懂嗎 老先生 那既然你這個東西這麼好 你何必帶到我們這小店 你直接賣給駱大師的不好 你們這群人什麼都不懂 還開什麼店 我都替你們羞愧 老先生 此話怎講 誰不正義 你就是不正義 小小年紀不學好 騙我這六十九歲的老人家 二十多個國寶機的專家 都不如你 他們都說這是國寶 你愣說是現代視頻 我看你啥都不是 那是我孤魯寡文了 這東西我實在不認識 你 你聽著 我今天 就是叫你們掌張見識 你這東西啊 不對 據我所知啊 這西州啊 確實有一串瑪瑙香料流傳下來 但是 它在古物館裡收藏著 這不是你這串項链啊 我跟你說啊 國武館長的那個是假的 我這個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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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先生 老先生 你 都是你 不給我爹兩千萬 還說項目是假的 看把我爹的七塊過去了 我憑什麼給他兩千萬 這東西給兩千塊已經夠多了 你還說 把我爹七二倍啊 你們店必須負責 老闆 這是運氣捧磋的了 好 來人哪 還有人哪 這個珠寶店的人欺負我爹 把我爹都氣死了 我們快來看他 快來看他 聽到沒有 這家店把人氣死了 剛換的老闆 就出了這麼大的事 這家店撤要完呀 趕緊賠錢了事吧 就是 趕緊賠錢了事 老闆 這該怎麼辦 你這新年才開業 就遇見了這種事情 這 這怎麼辦呀 去城東大師幫忙 讓他過來一趟 駱子流 他能來嗎 就說是我找他 哎呦 這不是勤奮嗎 這幾天沒見 怎麼這麼拉了呀 你怎麼在這 路過呀 順便到你的新店看看 你怎麼活活把一個老人家給氣暈過去了 真是長見識 這些人是你找來的 你可不要胡說啊 我可不認識他們 我就是路過 我呢 是正義之詞 爹 爹你怎麼樣 你想想爹 被這無良山家寄分這樣 是兒子不孝 爹是兒子不孝 你不要胡說 你爹是自己昏倒 你們店有監控 隨時可以看 什麼監控 那都是假的 今天你要不給我說法 我今天哪都不去了 你想要說法是吧 好 我現在就送你爹去醫院 看看有沒有事 你幹嘛 你去看 你別碰我爹 你爹昏倒了 難道不用去醫院看看嗎 我自己的爹我自己清楚 又讓你小心 秦菲啊 我看你呢 那是多少賠點錢 你這新店剛開業 就發生了這麼多事 多多少少賠點 是啊 人家歲數這麼大也不容易 該賠點就賠點吧 人都會有老的一天 老闆 在你店裡出的事 你就外給錢 這個人拿著假貨 來我店裡賣高價 我不買就暈倒 還要讓我賠錢 我就不賠 怎麼不賠 不賠是吧 不賠 我就包警 沒錯 教練 我支持你 報警 讓他這個店開不下去 哎呦 沒有包 你錢多就該賠給你老人家 兩名雞翰 賠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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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賠 賣獎或惡人轉機 我要是賠了 整個文玩劍就爛了 我可不能遇到這種歪風邪氣 我就不賠 你說什麼 你當然 Ros 你竟敢說我們家馬納槍是假的 我們可是找駱駱駛 駱大師一火就冷 如果骆大师说你的项链是真的 我把我的店赔给你 什么 骆大师现在根本就不在中好 他过几天有一个学术交流会 现在应该在路上 你问你谁呀 骆大师是你想将军叫来的吗 我不管 现在我赔钱 做梦 那就怪不得我了 大家都来看呢 这个无良商家欺负我爹 报爹欺运还拒不赔偿 这是什么 忘记的资本家 大家说该怎么办 我该不该拿回水果的东西 大家看看这店里的珠宝 普通的石头 竟被这个黑心商家 卖出千价的价格 大家能不能燃 不能 说的对 上个月我给老婆买一条项链 回家就碎了 真是成人 我也是 之前花好几万买了一个手镯 结果一键定是个残次品 真是亏大了 你们之前买的东西是增加的 现在这个店铺属于我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你们买的都是真货 货真价实 放屁 你们原本就一会儿了 就会骗人 没错 就是骗人 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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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大家都被骗了 今天还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能再忍 出去去 拿回属于自己想要的东西 各位 你一起冲啊赶紧冲 你干什么 不能进去 别听他的 进 住手 住手 在干什么 我大神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去外地了吗 老夫接到电话 说有人在勤奋的秃宝店闹事 别想到是你啊 我就是路过 大神 你看 老爷子都被勤奋气魂了 昏倒了不送医院 躺在这里干什么 他们想赶钱 谁想赶钱了 爸爸爹亲说这样 不该赔钱吗 那这些人 是怎么回事 他们 想打劫 你说谁想进 我们只打给我们的损失 你们有什么损失 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多大神 他们都是这家店里的顾客 被骗了不少钱的 是的 那我怎么看着这些人眼睛 是不是都是你的人 这怎么可能呢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原来如此 报警 立刻报警 把这帮人都抓紧 还敢抢劫 让他们牢底坐穿 老板 你也没扶到坐牢呀 这该怎么办呀 哈哈哈哈 你看吧 你们都不打自招了 滚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 散了 滚滚滚滚滚 徐志三 你还有什么话说 是 他们 是我的人 不过勤奋把老爷子气婚了 这是真的呀 这老爷子被勤奋 气婚了是真的呀 你不信你看看 大师 他是为什么拥过去了呢 是因为一双马种项链 这明明是正品 当初还找您看过 他说他 偏偏是假的 我爹能不成气吗 我看过这个项链 拿给我看看 大师 大师 这是真的吗 真的 什么 真的 确实是玛瑙 人是玛瑙的 黄龙飞说 这是西州的 什么西州的 这了不起是上周的 不值钱的玩意儿而已 这怎么可能的 当初明明找您看过的 您亲口说的 这是无价之宝 是国宝 这不可能 你认错人了吧 是谁介绍了你找我 是他 他说的 他说这个宝贝 能卖大价钱 让我爹到处 拿人去看 回来之后 我爹就说 这是个宝贝 要卖了 给我结婚用 来这家店 你是他推荐的 原来如此 这一切 都是你设计的 徐志三 你扫大了 无完事 只让这 破坏的 罗大师 您听我解释 老夫不听你解释 你问钱分吧 徐志三 当初差点 弄瞎我的双眼 现在又来 没事找事 让你们徐家 是洞海消失 你以为你是谁啊 说让我徐家 消失就消失 从今天 给你们徐家 任何的珠宝 和古玩的交易 全部取消 是是是什么 罗大师 你可是要灭我徐家呀 就因为一个 小小的群奔 亲笨 他救过老夫的命 你们徐家 算不得了 我师父 徐志三 你们徐家 还是安心保病 哎 就是我亲家 之前签署了 全是我的错 把这拿下来 晚了 哎呀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这看徐少爷 态度也挺诚恳的 而且 徐家和曹家也不一样 徐志三的爸 也是个好人啊 行吧 如果这件事 不能就那么算 徐志三 从现在起 你们家的股份 一半归我 有没有意见 一半 好好好 请问 我听说你要参加特局健保大赛是吗 是的 大师 老夫支持你 比赛规则 我会派人交给你 我先走了 哎 对了老板 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啊 怎么 我记得老板你说过 今天李璐回来 但是 这都都下午了 他还没有过来 会不会出事啊 说我的忘了 给他打个电话 把你电话救用一下 喂 谁啊 喂 陆陆 我是秦芬 李璐还没过来 是你啊 我家出了点事 怎么了 我昨天不是推了往美丽一下吗 然后 他流产了 大夫说都是因为我 什么 他的没有怀孕 怎么可能流产 哎呀 我也不知道 大夫现在就在我家呢 曾斌也在 我爸可神气了 根本不可能让我出去 别着急 我马上过来 你别来了 来我爸估计更神气 要不过几天吧 我没事 别说了 我现在过来 一会儿 怎么了 三家人在找领头麻烦 我现在过去的 你在这儿看电 行 放心吧 秦哥 等等 怎么了 你怎么还没走 你刚才说 曾斌在李家 我知道他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这个曾斌啊 和李璐的老婆悠然 他之前跟我们说过的 你说的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还有照片呢 现在就在家里 如果你要是需要了 我现在回去去 来会儿送到李家里 医生说你身体需 需要好好静养 我不想喝 不喝怎么能行呢 孩子没了就没了 身体最重要 来来来 我孩子没了都是因为他 老爷 你来给我做主啊 别说什么 给你妈道歉 不可能给他道歉 做梦 你 哎 伯父 您就别怪李璐了 我想他也是无心之举 要我说 要怪就怪 秦分 都怪他 伯母明明怀了越南 偏说没有 最可恨 没错就是这个秦妃 他勾进路里不说 你面目的没有怀疑 他这场冲嘴 他每天流产了 老爷 你一定不能放过他 哎呀 好心啊 我一定会听着说觉得 我休息啊 不要动气 你回去跟你弟说 你和露露的婚事 和好日子定了吧 至于健保大会的事 你放心 我会记住他 谢伯父我父亲正在赶来的路上 一呢 是来看我看我二 二来呢 就是来商量这次定分的事情 我不同意 我是不会嫌疑他 除非我 哈哈哈哈 李兄 别来无恙啊 曾兄 好久不见了啊 哈哈 看起来还是容光宽发 哎 李兄啊 客气了 来 拿上来 李兄 这是一点小小的礼物 不成敬意 这个呢 是一些补品 这个呀 是我收的古董花瓶 这里面呀 是珠宝玉器 送给嫂子的 给我的 我看看 你不是生病了吗 怎么看到礼物就好了 李兄 我今天来呀 来谈恋爱 和我儿子的婚事的 我听说 露露 她有男朋友了 别听那些 那都是谣传 那根本不是 露露的男朋友 就是个普通朋友 我和秦范 才不是普通朋友 把人说话 小孩子手插嘴 曾兄啊 他们两个 都是婚事 我已经同意了 你看看找个好日子 把这个婚定下来吧 那太好了 那肯定是越快越好 订婚 经过我同意了吗 我让你来这儿吗 怎么来了 等等 你不能走 想不到吧 秦范 短短一天 居然发生了这么多 你这张臭子 让父母的孩子 留了产 你真干死 刘产 他连孩子都没有 谈什么刘产 刘产 他连孩子都没有 谈什么刘产 秦范 你孩子胡说八道 美丽明明是坏了 大夫都说他流了产 你可以敢乱说 哪来的大夫 让他把大夫找过来 我要跟大夫刀面对质 大夫走走 秦范 你不诅咒我的孩子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是不是忘了 昨天晚上发生了些什么 是谁被要缠着我 拿着我跟他车阵啊 扣你个气 我即使乌鸦嘴 你还敢侮辱我老婆的清白 你看我打死你 父亲不要 你就是秦范 赢了我家 那间珠宝店的人 是老四宝 你再说一遍 无妨 年轻人啊 就是你 说话冲 你赢了我儿子 可以参加健保大会 今天你赶快跟我赌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赌什么 听说你眼力好 我们今天啊 就赌这个 我手上有一些残缺的物 你只要能够根据这些残骗 判断对原物是什么 我就算你赢 秦范 你别跟他 这就是些碎片 还不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说吧 赌都是什么 当然是我们输了的那间珠宝店 你要是输了 就要把它还给我们 而且不能参加健保大会 那要是赢了呢 你要是赢了 我就再送你一些 还叫你一声大尸 好 就这么定了 曾小兄 这 李兄 你不必太介意 这臭小子欺辱我们两家 实在太过可恶 今天 我必须要讨要回来 只怕 你还要继续丢人了 你别太嚣张了 秦范 一会儿有你哭的 这些残骗 是我从一乡间农户那里收到 收到的时候 就已经四分五零 我找了很多人 都无法复原 你能看得懂 这是什么 这碎瓷片 是我们古玩界最难辨认的一种 尤其是从地里出来的 我是洛大师亲临 难以辨认 小子 你看好 知道什么急啊 马上就好 龙文凭 清 龙文凭 明 快点 我们这么多人 没时间陪你在这耗 装模作样 秦范 怎么样 能不能行 这有什么困难的 我已经看好了 你给我的这些碎瓷片 不是同一个瓷子 而是两个 来自于不同的年代 你懂不懂啊 这明显就是一个 这是胡说八道 我研究狗赌快四十年了 这些碎片 我一眼就看出 他们来自同一个 银费 你输了 快快快 把店铺转让活动交出来 既然你们都说 他来自同一个瓷子 那么我想问曾家人 为什么你找了那么多人 都拼不起 难道你没想过原因 当然是缺少了残片 并且是重要的部分 我敢向你保证 这些残片 一块不去 还多出来一块 不胡沉 你们要是都不相信 我可以现在证明给你们 只需要几分 吹牛皮 这些碎片修最快的要几个月 你几分钟就行 嗯 你再也没有速度硬的找手 叫我那些 睁大你们的眼睛啊 看啊 各位观众 我们要查 清代龙文花瓶一支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这简直匪夷所思啊 这两片是剩下的 他们是一个瓶子 全来自于不同位置 怎么看出来的 我来自太简直了 我还没有认真呢 几分你成功了 两个老头子的眼里进 还不如钱费一个人 老师 还有呢 你们新店的钥匙 是你给我 还是我去你们那拿呀 今天谈论的是这个事吗 你诅咒王伯母让他的孩子留了产 你以为你能走得掉 李兄 对对对 这是你们的家事 我和秦芬的事情嘛 是小事 我们私底下来处理 是啊 老爷 秦芳他 诅咒我的孩子 并没有我的清白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老爸 你别哭啊 我一定会给你个说法 秦芬 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你侮辱我妻子的清白 从今天起 你不许靠近这种 更活动当我们李扎来 伯父 你都被人虑了 还担心女儿的感情问题 你心真大 你说什么 被人虑了 我说 这位王伯 和曾斌他们偷情多次 你知不知道 秦芬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 放屁没有的事你别瞎说 你是狗急的跳墙 乱咬人的吧 你还在羞辱 你不活了 秦芬 你屡次侮辱我的妻子 我实在受不了了 来人来人呐 给我往死里打 父亲平啊 你们几个不是我的对手 还是什么生日子 伯父 我说的都是真话 你如果不信 可以少点几分 你什么要当 证据就在路上 我来了 我来了 哎 这不是徐志森吗 他怎么来了 哈哈哈哈 哎呀这不是我的好兄弟徐志森吗 怎么你也对他有意见 那不要咱们一起啊 你给我谁给你 离我远点啊 别靠我那么紧 你能让人误会 说什么 我现在 可是秦老板的人 我们虚家一半加车已经给了秦老板 我现在以秦老板 马首实在 我要的东西 带过来了吗 带 这全是曾斌和王立 私迷照片 哎 他们全都发群 我都给打一下 老胡说什么囊子 伯父 这些都是王美丽和曾斌偷情的掌握 这 你 你竟敢背叛我 你竟敢背叛我 老爷 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 这些证据确凿 你这个水深烟滑的女人 我就不应该去你 伯父 这儿还有一个呢 怎么 你还敢来王家娶我家女儿啊 你真当我是啥子啊 李兄 你别着急 这一定是误会 一定是误会 误会 这些证据确凿 看看你儿子做的好事吧 李兄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我们总要找办法解决吧 这样 我替我儿子 赔你钱 赔你钱 余钱 哈哈 你就是把你们这些全部赔给我 我也不会放过他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我赠品的双腿打断 扔到门外 还有他 你一块给我扔了 我也不要 你问我这么多年的父亲事情了 你一个只 谈同我们家财产的女人 也配谈感情 伯父 差不多可以动手了 拿下他们两个 依稀 你想对我儿子怎么样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打 你都撒开 你们别打我儿子 别打我儿子 撞开别打我儿子 我 行了 行不行吧 吴老师 你没事吧 孙少 看人到你现在这副丑陋的样子 我还真过瘾 黄又欺你还真不客气 就你这种人也配来跟我提起 想想就觉得 什么 你们落井下石 孙家主 你还欠我一间店铺呢 你是给我拿过来 还是让我自己去拿呀 我小子 你等着 健保大赛上 我让你歇斩歇成 咱们走 把刀业给我拖出去 老爷 看来这儿没有什么事了 那我就先走了 行大老板 一日再见 他不是和你一直水火不容吗 怎么突然变成你的小弟了 什么情况啊 不 你今天不在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改天我好好跟你讲起 勤奋的 今天的事情是我误会你了 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真的 你放心 过两天的健保大会 我一定会帮你 不用了 我只想凭自己的实力 好 如此可教也 你不仅眼力好 性格也沉稳 你们俩的事情 我同意了 爸 我 露露 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会让你后悔吗 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啊 其实 你短信那个人就是我 你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 你之前一直和一个人发短信 还发照片 那个人就是我 不可能 我不信 首先 我也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第一次是我发错了 没想到你就真回了 然后 我就 一时糊涂 勾你一样的照片 没想到你真给了 你别说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平时里不是你 不用解释了 我都懂 那 你还会喜欢现在的我吗 我更爱 秦峰 你放心 从今天开始 我只会对你一个男人好 那 如果我赢了健保大会 你打算 怎么奖励我 上次呢 让你给跑了 这次 我又把你牢牢拴在床上 乖蛋 秦峰 哈欺福见 洛大小姐 你怎么在这儿 你爷爷呢 我爷爷他身体不太舒服 这次啊就不过来了 不过他让我告诉你 希望你全力以赴 获得最后的冠军 放心吧 我一定会加油的 我们一起进去吧 邓大师 你看那个谁过来了 秦峰 就是因为他 我的儿子现在还躺在床上 我看他可是有备而来啊 洛大师把资格都送给了他 想必啊 他一定是有过人之处 但是 我有五个亿 五个亿 为了这次健保大赛 我拿出了全部的身家 买通了两位评委 现在除了 义大师和李希之外 主办方 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是我的人 他拿什么跟我斗 你疯了吧 为了赢他 你拿五个亿的身家去赌 过不着这么多了 今天 李希和秦峰 都变向安全 光想赢了他们 我还要他们的命 健保大会正式开始 这次大会居然是义大师主持 没想到义大师也来了 过旁边那两个评委 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呢 怕什么 有我爹在了 过这次的三个评委 可都是国家级的特级评委 每个比起我爷都不差 秦峰这次想赢 怕是不容易 我宣布 比赛正式开始 请选手入场 你看看怎么有一个年轻人 他能行吗 肯定不行 何德何能 上去第一轮就得完蛋 这小子是谁呀 怎么从来没见过 好像是代替老洛来 老义 你是不是认识 我认识 这小子的眼光啊 我敢保证 比咱们所有人都强 真的 这样的人我见多了 牛皮吹的一个比一个大 全都是孤名钓鱼之徒 不知一提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看不出来 淘汰 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原此碑 淘汰 您带三族尊 您带三族尊 只能给这个分数 我的想法也是一样的 秦奋明明答对了 为什么两个人都给了他六分 不知道啊 这是个明代三族尊 嘿 这 你们到底是在干什么 他明显比勤奋慢 你们为什么给说 谁说的 我觉得他的速度就是比勤奋慢 你说是不是 没错 挣的钱不愧是老家 眼光就是不一样 你们 简直太过分 老义 生什么气 勤奋虽然分数低 但也进鸡了 你找什么急呀你 就是 我们知道你和秦奋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 护肚子 这要是让外人看见 岂不是说你有事公允 就是 你们哪 我算看出来了 这是商量好的 是被收买了吧 易老师 这饭可以乱吃 但是话可不能乱说 小心我会告你诽谤的 就是 他们明明就是偏袒曾德显 两个人都给出了十分 这两个评委 明显就被收买了 还什么特级评委 真然恶心 要不我们让秦奋退赛算了 不挣蛮头挣口气 这都最后一轮了 比赛完再说吧 对了 你爹呢 他不是承办方吗 怎么不出来主持公道 我今天一天也没见到他了 算了 等比赛结束再说吧 秦奋 没想到几个个不见 你变得这么厉害了 佩服佩服 黄大师 别的无恙 当初幸亏是您走演的那幅画 不然我也不会有惊天 惭惭惭啊 小贼 我们又见面了 我做梦啊 都想把你踩在我的脚下 为我的儿子报仇 你儿子是李希党 出卖他的人是徐世森 那也是因为你 没有你在那偏忧家促 教唆徐世森 我儿子怎么会被打成那样 今天你和李希 谁都别相思 那我们就试试看 别以为耍点花招 就是 我现在宣布 健保大会进行到最后一期 你们需要鉴定一个真正的 而这件国宝 产地不行 作者不行 而我们几个人 也都是在一些 支离破碎的古籍中 找到一些 包括骆大师本人 对他也是知之甚深 所以今天 你们就来建立这个 准确的说 这就是个惨词评 辨别很艰难 但 这是对你们最终的考验 谁看出的信息多 谁就能获得 特级剑包大师的名号 这最后一轮 居然这么难 看他一脸 成猪在胸的样子 恐怕 这国宝里的信息 造型全部掌握了 你该不会是怕了吧 我有什么好怕的 你们咱家输给我那么多次 难道你以为你今天能赢 你还是这么自信啊 那咱们不妨再在场外下注如何呀 赌什么 我要你的命 这次只要是我赢了 你的命就是我的 我任意我摆布 那要是你输了 我输了 我要是输了 我把整个增加都给你 所有的店铺 所有的生意 所有的股份 勤奋不要和他赌 就是要勤奋 牵笔上擦档 怎么怕了吗 啊 勤奋 你们说的这些 不在这次比赛的章程里 你可以不退 没事 这次 就跟他做到两段 一次赶翻他 好 王王的小子 废话少说 开始吧 你们可以一起观察这座佛像 判断他的材质 年份甚至是名称 有谁讲的越详细 谁就获胜 你们可以开始了 这尊古像 非常的古老 即使是搁着玻璃矿 都有千百年历史的气息 扑面而来 太震撼 这宝物一看就是无价之宝 他们这次下了血吧 是啊 看着 宝金风霜的样子 肯定起码得有上千年了 来 请吧 磨合家业石像 战狗 明代高级防瓶 什么 这个 怎么了 没事 怎么会是假的 不可能了 这么大的设计是为什么有假货 好奇怪 老婆 你先办 恕我眼拙呀 现在 我就是把眼睛泪瞎 估计也没有办法对他进行准确的断带 这个佛像上有非常多的历史信息 他又像是战国的 还有点像唐朝 而且啊 还有明代的气息 这么说 你是想放弃了 我能留线 只能到此为止 我放弃 你们二位啊 慢慢看 各位 我就告辞了 那 曾大师您来吧 我来就我来 这小东西 老夫一眼就认出来 这是一尊 战国时期的 石佛像 虽然 有些残缺 但是 保存还是相对完整的 那你可知道 这尊佛像的名称 他叫摩科家业 也叫做大家业 什么 不愧是参加过三次大赛的大师 一眼就看出了端倪 厉害 我看不用比了 曾大师已经赢了 可以直接颁奖了 凭什么 秦峰还没说呢 是啊 秦峰还能说出什么 刚才曾大师说的 已经是我们掌握的全部信息了 一帮没见识 孤陋寡闻 真是丢人 你说什么 小子 你太狂妄了 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剑保界的前辈高人 只有你也是信任 你这么说 分明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吗 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秦峰 他不过是说了一些他的不同建议 今天所有的参赛选手 都有资格说出自己的结论 秦峰 你可以接着说 但是你要想好我说 没问题 这尊佛像 造型精美 无论是技巧还是雕刻 都是一等级 只可惜 它是件假货 那件实实在的假货 你说这是一件假货 老夫 看你那眼睛瞎了吧 一派胡言 秦峰 你说了 你好好看看 这怎么可能是假货 他们说的没错 确实是一件老货 你看看 你看看 但不是真货 这是明代仿造战国的一尊石 虽然他一切都很完美 但他始终是假的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 你用什么证据 你把盒子打开 我现在就给你证明 凭什么 这 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国宝 放在国际上 你能卖十个亿的美金 你要是跟我摸坏了怎么办 摸坏了我照价赔偿 只要让我感受一下 就知道这尊石 的前世今生 打开吧 不行 绝对不行 这东西是从博物馆借来的 不碍尼损害了 损失不可不量 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有咱们几个老家伙在这儿 还怕担不了责任吗 这个问题如果是假的 那就是震惊整个古董界的爆炸心 而且我也想知道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看就看 不过只有三十秒 打开 三十秒就够了 这三十秒 承载了他的一生 就让我 偶尔感受一下 造型 是宫廷派佛像 无论是技巧还是工艺 都是一等一的 唯有头顶 表面粗糙 石像的打磨方式不对 这是一尊战国师佛 按理应该采用从山中采集的细细 下慢慢打磨 可后人作家为了省事 采用了质地坚硬的铁砂打磨 这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证据 如果不锡盖 会误以为是风化纹 你一派胡言 还真是这样 你们也过来看看吧 老虎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我也是这样任务 这就是一般的风化纹 至于秦遁所说的什么打磨 完全无疾之可 这是在说什么 你们这是 真的要说瞎话吗 老义 这次是你看走眼了 勤奋胡说八道 毫无实时根据 我看 比赛可以结束了 我宣布 本次特级健保大赛 获得冠军的是 增得钱 来人 奔奖 有黑幕 就是有黑幕 我终于是特级健保大师了 从此之后 我增加在东海再无对手 兴奋 你的命 是我的了 这明明就是假的 谁能无你证明 啊 老夫能证明 罗大师 您怎么来了 不是身体不好吗 老夫要是再不来 恐怕这公平公正的健保大赛 都让你的搞球了 我们也只是公平判决而已 罗大师虽然是大师 但是也不能因为勤奋是你推荐的 所以就包庇他 公平 不见得吧 这些 又是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你心里情愁 先不说别的 就说这尊师佛 这师佛确实是仗 咱们被调跑 大家眼前所见到的是 罗赵的 有 谁敢的 就是他 胡说八道 我怎么可能调跑 你有什么证据 有什么证据 我刚刚来的时候就在找你们犯罪的证据 你收买这些人 除了等冠军之外 就是 暗定的转移国报 你以为您知道 我刚抓了你的首相 咱们把一切都说了 你就认这帮 这帮盼 我就知道 没人靠得住 孙德贤 涉嫌偷窃国报 还不认罪 想让老子认罪 痴心妄想 我还能拼了 我好有枪 带走 送到警察局 还有这些所谓的大事 收黑钱转移国报 你一定收过去 秦芬你没事吧 是吧 是 你果然没让老夫失望 从今天起你就是 破极健保大师 太好了 好 好 好 你 我 제 感谢观看